你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CALL OF LIVE 繼續有用來節目主持人TES 如果你有近事的話你一定會戴眼鏡 但原來現在眼鏡變成了一個潮流 就算你沒有近視 都會想選一副漂亮的眼鏡 去襯衣服 今天我來參加Doris 歡迎你 Hello 大家好 Doris 今天我們請你上來 講一下這個眼鏡的潮流 因為我們看到特別有很多眼鏡 我們也有戴著一副眼鏡 但我們首先不要介紹眼鏡 我想問你 作為一個你很專業的眼鏡 你覺得一副有質素的眼鏡 好的眼鏡 你應該是甚麼質素 一副高質素的眼鏡 一般會有具備四個條件 就是手工 用料 舒適和款式 而在我而言一個高質素的眼鏡 也要加上一個特點 就是要令到佩戴者可以戴出去的個性 給人一個first image的感覺 其實以前 因為你小時候很害怕 為甚麼未知有近視 怕要戴眼鏡 就覺得很慘 怎麼辦 你要戴眼鏡 黑框眼鏡很難算 但現在是特地去買來看 是一個潮流 現在變了一個潮流 以前會玩甚麼變色的鏡片 或者是鐵絲眼鏡 但現在反而是流行膠框的眼鏡 其實經常出家很多人沒有眼鏡 我近時也會有像我沒有鏡片的眼鏡 我也是 上鏡做好了 又不會反光 遮住很漂亮 但其實我想問這個膠的材料 是用甚麼來做的呢 其實膠框眼鏡是一個統稱 基本上它就分開三個物料 第一就是一般人戴好似你戴的褲 就是塑膠做的 另外就是一個板材 就是我現在戴的這一隻 還有一隻就是以前很久之前 一般做眼鏡用的材料就叫做蔡魯諾 就是三個款式 因為蔡魯諾其實現在已經禁用了 因為它是很易言 只有日本才有用 所以基本上現在市面流傳的就是塑膠眼鏡 塑料做的和板材的眼鏡 板材是一塊膠的板材的眼鏡 沒錯 那它最大的分別在哪裏呢 這個要說回製作的模式 我很喜歡聽這些故事 塑料眼鏡 其實你現在戴了是你會覺得比較輕一點 對 很輕 它的著作形式是一個鋼帽 起了一個模式 然後倒一些膠的熱的液體 讓它冷卻了 就形成一副眼鏡 所以它相對如果戴下去 你會剛才所說輕一點 但相對它就會比較軟身一點 沒有那麼持久 久了就會很容易脆 但板材眼鏡就不同了 它的做法它的工序是超過200多種工序 牽涉人手去做 另外就是每一副眼鏡製作的時間 需要十至十二個星期 譬如我或者可以展示一下 這個是板材 本身我們一塊很大的板 就切一塊薄片 就是把眼鏡的形形切出來 OK 然後再因為太繁複了 我盡量簡單地說 就切一塊形 再經人手機器的打磨 再加上教練所有的融合 就形成了一副眼鏡 所以時間相當長 相當複雜 所以相對它會比較紮實一點 還有用得持久一點 重新一點 剛才我偷偷地交換了一副眼鏡 感覺到它那副很明顯是實在很多 我這副好像沒有東西 但是不要緊 我做節目不覺得大家 為什麼今次請Doris上來呢 因為很特別的 我們要介紹的是它的眼鏡全部都是手工製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經常覺得一手工製的東西就很貴 也很難 因為好像錶一樣 更加精細 有很多東西就算很發達 其實用人手材比較好 但其實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手工製的眼鏡 其實眼鏡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做法 第一就是機器組 剛才我所說的塑膠的眼鏡 第二就是板材眼鏡 那板材眼鏡呢 因為它比較堅硬的一塊板去做 所以需要用機器人手去切割 然後再做很多不同繁複的程序 譬如有時甚至我可以展示這副眼鏡 很漂亮 我剛才戴的形狀很有趣 你看到這副眼鏡 其實一般這些位置這麼光滑 就是人手師傅用滾筒去滾去拋光 做到這麼光亮出來的 但是你看到有些很鋒利的位置 就不可以用機器去做了 一定要用一張砂紙去慢慢打磨 一個星期 打磨一個星期 打磨一個星期 當然不是連續 只是上班時間打磨一個星期 而去做到這麼鋒利 這麼分明的線條的效果 所以一般板材眼鏡我們通稱為手工製的眼鏡 明白了 即是細節很多 就是你一副就一定 不可能是一副一樣 每個力度都不同 沒錯 就算我們這一系列的眼鏡 可能每一副都不會一模一樣 黑色眼鏡還好 如果是一些圖案的眼鏡 因為你一塊板材的顏色 全部都的位置不同 所以每一副都是獨一無二的圖案 不會一模一樣 unit也好 都不想走撞 對 看上去真的漂亮很多 戴上去我的感覺 我自己戴上了 是重身很多 失災感很多 不會感覺到我十元一副 輕飄飄飄 那它是重量重很多 是不是 是 其實板材都有輕身的板材 照看那個切角位問題 因為譬如有時候 可以說一下板材一般相對比較重 因為它做完一個膠板出來 它一定要放在那裡 風乾 抽乾水 它一抽乾 它的密度高了 相對就會重一點 它是重一點 但是你如果說內用程度 因為它已經收乾水了 所以它可以戴很久都不會變形 當然你外面坊間 都有些很便宜的板材 可能它收水的時間沒有那麼久 所以它會變軟一點 但是你重一點 你會感覺上有一個人性擺在那裡 你實在有一個眼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沒有那麼輕飄飄的 不知它又必須 都要按好位置 分析太高太低 那一副就好明顯實在感好很多 其實這個眼鏡 板材的眼鏡 給你內用那麼多的時候 需要特別的保養嗎 其實眼鏡就不需要特別的保養 一般你可能用清水洗 或者可能夏天面油多一點的時候 就用洗潔精 我會建議用洗潔精 等於我們洗碗會洗得很光滑 很亮 很絕手 那你就要證明自己去掉油脂 譬如有時候人們都會用散感 但散感可能因為有一股蠟 會影響到鏡面 所以一般你每天用清水洗一下 一個星期用洗潔精洗一次 已經可以了 其實都很簡單 我以前有個朋友 衝過來戴眼鏡 順手衝過來 不要太熱就可以 因為其實眼鏡框就不會太大影響 塑膠的可能會容易軟 會更加沒有那麼耐用 但一般的板材眼鏡就沒有問題 但是倒轉 因為鏡片也有近時 它有coating 太熱的話它有coating會溶 對 好可憐 這個解釋 潮流講到很深入 我們要講輕鬆一點的話題 就看看Doris 戴了這麼漂亮 這麼多款的眼鏡上來 這些是代美作品 我都選過 我們跟觀眾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從這邊開始 有褲很有趣的 這個眼鏡我很喜歡 這隻就 不如我們逐褲介紹一下 這一褲是什麼 外邊眼鏡 這一褲就是 我們獨家代理做一個日本品牌 設計師 日本製造的 你看到這個金屬 不是一般的金屬 它就叫做太陽白金 Sun Pantheum 太陽白金是什麼 例如我們一般做手術 身體裡面要放些金屬 就是用這些質料 所以這個質料就是防敏感 因為現在眼鏡 其實越來越多不同的材料去造成 所以我們都會想一些新的想法 接下來就是其中一個新的趨勢 就是用太陽白金 我想告訴大家 我戴上一個質感給大家看 究竟戴上後有什麼分別 好 因為很輕身 但感覺到很實正 因為你不要看它那麼遠 其實它是很堅硬的 而且戴上是很實的 這個位置 它不會隨便搖 因為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麼輕的眼鏡 一定會很鬆很飄 但它不是很穩固 因為其實最主要就是鼻托位 它這個鼻托的形狀 主要適合我們亞洲人 是啊 你如果外國人 他的鼻沒有那麼彎 會尖一點 因為他們鼻高 它這個剛剛拿著我們 捉亞洲人的鼻影 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是很舒服 這副眼鏡 因為其實我戴眼鏡 我當時很漂亮 我戴眼鏡 但這個位置是剛剛配置這個位 緩一點 好有趣 這個是獨家代理 是的 這個是獨家代理 好 還有這副 這副就是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喜歡的 膠框眼鏡 這個板材 這個板材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叫鼻腸碳板材 為什麼是鼻腸碳 你其實可以關閉一點 就是你看到裡面有些圖片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研發的一個叫鼻腸蛋板材 我們把原條的鼻腸碳磨成粉 夾在這個板材 我們甚至乎是在意大利訂這個 意大利板材夾下去 它做了這副眼鏡 都很難做 所以我們每款就是生產了50副 這個和這個都是鼻腸碳板材 鼻腸碳板材 我真的要回到它的圖片 大家觀察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們隔閉一點 如果它有光 好像我這樣看下去就會看到 它有點透透 是啊 我們是用了一個透明的板材去夾下去 所以變成那個粉末 被腸碳粉末夾下去 就變了很多不同的圖片 每一副都不同 是的 立眼以為它是黑色 但其實它不是 很舒服 我喜歡你們 你們的眼鏡設計是特別為鼻位 因為眼鏡可以千變萬化 也可以說它一成都變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但其實一些細節 做得好的時候 整副眼鏡都不同了 現在鼻腸碳 鼻腸碳是那種健康的物質 是的 放在吸水 是的 其實日本一般坊間都流傳 鼻腸碳有吸濕、脆臭、舒緩壓力的功效 我們也看中了它的舒緩壓力這個特點 我們希望做了這個鼻腸碳眼鏡 一來我們用天然物料做 有一個環保概念 還有最主要是希望這麼繁忙 都使人戴上了會有一個平和的心情 放鬆很多 好像你戴水晶在手上 舒服很多 總之是經常戴著眼鏡 尤其是一些office girl 他們做 做事都會很暈很暈的 但可以美觀得來 又可以放鬆到 其實不實在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不過現在只有50回 所以大家只要欲購重促 我們看了這麼多眼鏡 現在去廣告 稍後回來繼續 Code of Life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過程 韓式閃耀 都會盡在設計時尚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身拿燈科技 納黑白 咦?沒有人喝了嗎? 用了多樂士嘉麗安環保漆了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一下 小朋友花很長的時間 在書桌上應付功課和考試 一些根據人體工學設計的兒童卓椅 可以配合他們的身高、手長 調教適當的高度和斜度 另外座椅就可以調節高度和深度 這樣對小朋友的脊椎成長 都有正面的作用 FREMAX 補援你脊椎的人體工學工作站 自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每年都會誕生結晶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工作表現優秀 而且肯回饋社會 結晶未必一定是億萬分家 亦都未必一定是成功名人 之所以因為是結晶 就是因為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加多 一個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講一下自己、講一下社會 講一下如何清出於難的節目 清出於難約定你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只有傷風感冒 還是咳超不好 可能是氣管敏感 持續氣管敏感 不用擔心 現在已經有抗炎乳防藥 可以控制徵狀 三文魚、咕嚕肉 還有沙爹串燒 碟碟素菜 幾可嫩陣 令你食指大動 還不快來大自然素食 嘗嘗嘗 無論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或者家屬全倉 大大一定幫到你 歡迎致電24小時服務熱線 2411039 2411039查詢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個性 韓式閃耀盡在Design In Me 飲食色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回到家 當然想有個安樂窩 我們會用不同的角度 為你打造一個寫意空間 令你夢想成真 還會帶你一家大小 從室內玩到室外 增進親子感情 樂也融融 我們的家 盡在家庭落岸據 民以食為天 食以美為鮮 珍處美食天堂 各地家餓 誰手可得 帶你摩羅鮮味菜式 教你精緻攀調備方 大飽口福 記住黏著我 Martina就吃得開心 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Cology of Life 有Tessy和Doris 和你一齊講一下眼鏡經 剛才說了兩種特別的避長碳眼鏡 Doris 我記得剛才提外說 我們一定要提到觀眾 拿這些眼鏡 是設計得比一般眼鏡 比較闊 對 適合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些眼鏡 為何要經常拿去熬了 要拿去給眼鏡泡製造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是做得比較細一點 對 一般是135mm比較窄 因為現在市面上很多眼鏡 都是外國引入的牌子 因為外國人 他們從外國來的 配合外國人 頭部比較窄 對 變成我們戴起來的時候 會慢慢 越大越窄 很多人說 為甚麼 其實質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另外就是眼鏡的闊度問題 因應這件事 所以我們旗下設計的眼鏡 都是135mm以上 有些甚至乎好像這 很舒服 很舒服 去到140mm 真的舒服很多 對 因為剛才頭型的眼鏡 不會變形 而且不會夾著頭 所以我是很擔心這個位置 很擔心這個位置 對 因為我自己的眼鏡 都要這樣拉開它 才可以摘下去 這個就很舒服 一戴就可以戴上去 而且它在鼻位那裡 做得很好 對 是不是有特別做過其他的設計 沒錯 其實我們特別加高鼻托位 對 因為剛才所說 外國人進入的牌子 因為放回外國人 他們的鼻子非常高 很多時候都沒有鼻托 所以我們戴上去會吸著臉 當然有印 對 你化妝的女生 或者夏天 就算男生出臉油 都會有一條痕在 變成我們 就不如加高鼻托 適合我們亞洲人 所以其實一般眼鏡 你看到側面 就是不會貼臉 亦都不會弄髒 亦都不會弄髒 對 我那一部是直接貼上去的 所以我現在就不戴著 所以我試試Doris其他眼鏡 剛才提到這兩款鼻腸彈的眼鏡 然後下一款都是大框框的眼鏡 這個要怎麼介紹一下呢 這個很有趣 這副眼鏡我們用了最經典的形狀 配合不同的面型去做 最特別之處就是我們用了這個 意大利Mascali的板材去做 那你見到那個pattern在下面 會有些好像熔岩泡紋那樣的 一般眼鏡都會倒轉 上面花下面正式 那我們覺得比較沉悶 不如打破這個困局 我們倒轉去做 很漂亮 想不到其實反應都挺好的 因為感覺上挺精神換言一身 很穩陣 我經常都看 為什麼會穩陣呢 就是最特別之處有膠位 膠位 膠鏈位 我們就用了七枚蝶反的 一個傳統的日本造眼鏡的膠技術 我很喜歡聽這個名字 但我不太明白 我們介紹 其實呢 七枚蝶反 你見到這個伸延了兩粒膜 其實就是師傅用人手 打到鏡臂那裡 去造成這個膠位 一般外面市面的 都是用一個強力膠水 黏了膠 所以它比較沒有那麼紮實 這個師傅是逐副人手打下去 做的七枚蝶反 因為比較繁複 所以一般市面上的牌子 都不會用這個形式 只有日本一些傳統的品牌 去做這個 而我們也吸收了這個技術 去做一個七枚蝶反 真是好東西 我發覺有時候看上去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一拿上手戴上手 那下外軟致 我之前沒有搭過 這個 這麼穩陣的感覺 好像很舒服 會踏實很多 覺得不會踏實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我經常覺得眼鏡 都要拔開才可以整個頭 我經常說什麼眼鏡都能夠適合 所以我比較遷就人 好了 鏡仔 我很喜歡紫色的 這副有什麼名堂呢 這副就特別了 你摸一摸眼鏡的邊 上面的邊 是不是粗粗的 是呀 這副眼鏡我們就是加了一塊雷絲 真正的一塊雷絲 夾在意大利版材裡面 是呀 去做出來的 這個真的很難做 這個我們每做十褲 是七褲不要得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Pattern的問題 有時候你的雷絲放在你 熱力溶了 可能有時候會歪了 不漂亮 所以我們只可以最後做到四十褲 出來 還有我們加入了現在比較流行的 Cat Eye的元素 還有你看到鼻托也相對會加高了 好漂亮 還有這一副因為我們用的板材 是用幻彩紫色的板材 一塊板材出來的切角位不同 所以有些每一副是完全不同色 有些是很淺色 有些是深紫色 這副真的很unique 真的很unique 我沒想過原來Lace都可以放進去的眼鏡 是啊 因為我們智力就是在每一種眼鏡的板材 或者形狀我們有一些新的idea 我覺得你可以賺我了 可以贊助我們的眼鏡 很漂亮 我看到它是放了一塊藍色的Lace 這副Lace應該是 藍銀色的Lace 藍銀色 藍銀色的Lace 即每一副都不同的 基本上是一塊 因為它夾起來我忘記了 我明白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很特別的Lace 眼鏡會出 其實這個Curset我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很多香港人來說 是日本的潮流 我們一直跟著走 而日本人很喜歡Lace 加上淫排元素 衣服、袋 以前香港沒有這件事 發覺外國才會用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 這個很新的idea 可以放在眼鏡上 我們剛才看了那麼多粗框的 那些叫平光鏡 我們看這個配合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原來也有做的 有什麼不同的設計呢 其實這個眼鏡 我們現在是配合了 現在很流行的太陽眼鏡 就要大 因為一大的眼鏡 看來臉就會小一點 而且你會看到 這一副是比較立體的 一樣 它的鼻袋是加高了 還有它旁邊的兩個角 我們加了兩盤鏡仔 為什麼這麼有趣 這個其實是一個設計 車頭鏡仔 我們叫貓頭鷹的 因為很多人想臉尖一點長一點 你如果把兩塊鏡仔放在這裡 在陽光射下去 焦點就在這裡 你的臉形就會拉長了 哇 直接有物理學的支撐 因為我們做眼鏡 其實照片是令到外形 瘦了很多 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改善 很浪費 好有趣 我想問 其實這個材料是有版材 對 我看到這個圖片很特別 是啊 我們其實會在不同地方搜尋一些特別的版材 有些版材 甚至會出一年的顏色 你今年 你下年可以買到同一款的眼鏡 但買不到這個顏色的眼鏡 因為它的版材只會出一年 哦 那些版材是你外面這樣找回來的 是的 在意大利 在日本 我們都會找一些比較特別優質的質素 有時候未必滿足到 我們就會引申到有鼻腸彈的版材 LACE LACE 就自己再加入多些元素 還有金粉 有 接下來我們會有些石子造的版材眼鏡 哦 好像你那個LACE 就把它夾在裡面做出來 嗯 沒錯 但這個還未出的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 那我們繼續看我們很漂亮的眼鏡 因為第一副 好可愛的 這個很有味道 我喜歡一些很classic的東西 我帶上去好像陳寶珠 是的 這個其實是參照這個六十年代的做法 形狀去做 比較誇張一點 你會看到其實在鏡頭看起來都很亮 很亮 真的很亮 它的顏色很實 是的 因為我們用了最高級的意大利品牌的版材去做 它這個是黑得來很潤澤很光滑的 是的 很實的 這隻黑色 這隻黑色真的黑得來很漂亮很黑的樣子 我擔心有些是會透的 那些是比較薄身一點 還有它選擇 可能它特別為了設計會選擇 但我們就選擇一個很潤澤很黑的一個效果 就用了這個又是七色 七色 七色 其實你全部眼鏡都是用七色 基本上這半年開始的系列都是 而且我們要找不同的師傅去做出那個效果 因為你懂得做和你做得好是兩樣東西 我們不斷地找師傅去做到最好為止 所以我們接下來全晚都會用七枚碟去做 明白了 OK 我們說了那麼多不同眼鏡的種類 原來黑長炭也可以用來做眼鏡 Laze也可以 石子也可以 可能遲些更多元素 我們會知道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戴自己的褲 我就會 Dorisa送一褲給我 但其實在臨結尾的時候 我也有一點想問 想你跟家庭觀眾講一講 如果給家庭觀眾選擇眼鏡的時候 應該最重要是 注意什麼點才選一副適合自己的眼鏡 拿來做銀板 有很多不同的眼鏡 你覺得我怎樣才可以知道 那副眼鏡適不適合自己 或者眼鏡的形狀適不適合 或者應該戴什麼的眼鏡 其實以你而言 其實你是最容易選擇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不是特地稱讚你 你是美女 但一般雜誌到一些眼鏡模特兒 其實都是偏一點長長的 你就是這個面型 所以你基本上戴任何眼鏡 都會很好看 而怎樣選擇呢 例如我建議第一時間 你去看完眼鏡 你自己心目中有哪幾褲 你先拿來試戴了 那你怎樣去看呢 首先要看你的眼鏡 會不會黏著臉 因為你壓著臉 剛才之前所說 其實就是你不適合戴 如果你壓著臉 那你就要選一些鼻有鼻托高的 還有有時候 你會想令到臉瘦一點 小一點 那你要選眼鏡這個 闊度的位子 是跟你臉這裡一樣 或者是闊一點 就會有一個做出來的 臉細的效果 嘩 好開心 好久沒被人稱讚過 那就是其實 我拿一個小小的提示 Doris給大家 選眼鏡的時候 當然是想戴得漂亮的 因為我發現現在已經是個Fashion 經而政治是 真的近似這麼簡單 因為很多人沒有近似 像我這樣 我都已經去選擇這個漂亮的眼鏡戴 還有接下來 Doris都會越來越出很多新款 希望你攝近十一層樓 戴得更漂亮的眼鏡給我們 好了 其實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就要選眼鏡 我們下節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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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